84歲趙世珍曾經被女友埋怨沽航 近日她家被爆隔 據知初步點算過後 損失過百萬財物 不止的 連多年前以4千萬買入的遊艇 都被工人佔用來開派對 加加賣賣 趙世珍最近便洩到入獄 不過她今次顯得很大方 回覆本行說 趙世珍一生 據說女伴人數過萬 未必是假的 因為單單在本行鏡頭下 拍過的不方佳麗 就已經為數不少 葦葦女伴都總是一身名牌 不禁令人覺得趙世珍為人闊老 不過早年曾經有女友埋怨趙世珍沽航 不止過年只有七百元零用錢 連戴上身的首飾都要還給她 對於投訴 趙世珍曾經解釋 趙世珍雖然被指對女伴孤行 但對家中的工人 佔用她的遊艇開派對一試 就處理得很大方 警告了她們就算了 因為我有三隻遊艇 有時她們到處走 放假時沒有地方去 去了遊艇那裡 因為我們自己有時看不到 被你們記者發覺 警告了她們如果再犯就會紀律處分 警告了以後叫她們 簽證以後不會再有發生 如果再發生 我們會有一些比較嚴格的紀律處分 說是這麼說 但聽得出趙世珍都念主服情義 他們很多都是一家人 幫我們打工了很多年 至於有報導指趙世珍 允許一名南庸人的寶寶 在趙宅同住 她就表示不知情 工人問題之外 早前趙世珍的豪宅被爆隔 損失過百萬財物 她表示沒有被嚇到 又閒話家常提到 經常跟朋友看電影的日常 嚇到沒有嚇到我 我們在保安方面 看到會不會加多些保安設備 就是這樣 我們暫時都不知道 到底冰地人做的 等警方調查了以後 看看她們怎麼報告 好像好看那些起陷 收藏 臭冷飯 花樣年華 花樣年華 她出 我也看過 再翻看也不錯 我當然有 朋友在一起 有疫情沒有疫情 都會有朋友 由創刊開始 31年都堅持敢言 開展偵查報道 創全新報道方式 首創狗仔文化 帶爆名人 豪門恩仇情秘 無據黑勢力 大揭黑社會秘民 踢爆政府醜聞 站在香港人一邊 由過去到現在 一周刊從來沒有變 我們都一樣堅持敢言 在最壞的時間 我們承諾 會一直在香港人身邊 陪你繼續講真話 一周刊31年 和你一路同行